Hello 家门 下午好 我是小河 欢迎家门收看小河的视频 现在是下午2点半 我刚到这个交警大队这边 他们不是2点半才上班吗 过来处理点事情 就是前几天不是跟亲妹妹他们出差吗 出差去那个霞浦那边 从泉州去霞浦那边 开车差不多要4个小时了 然后出差了两天回来的时候 一看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去找车子 我说我记得明明停在外面 我又没有开过车子 又去地下车库找了一圈 咦 什么情况 然后我在想 不可能是大哥来前车把车开走了吧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被偷走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围停被拖走了 因为停在地下车场的话收停车费嘛 我就停在上面去 上面那里我见别人也是这样子停 哦 我也那样子停嘛 结果就被拖走了 可能是我停的天数太久了 没有挪动啊 如果说停在 如果说当天停在那里朝上去开走的话 就不会被拖走 所以现在去处理一下这个车子的事情 我们已经来了第三趟 第三趟了 看一下今天下午能不能办坨下阿仙 现在先进去 进来啊 我的妈呀 我当了太阳 都已经来了三回了 现在进去看一下 热乎乎的 现在就在这里面等 不是两点半上班 然后他们这里是三点钟还上班 所以继续等一下 本来说好是今天九点要开始播的 本来以为处理好的话就下午两点 所以就被这个事情又耽搁 我们已经来三次了 昨天下午来了 嗯 什么三点钟 三点钟叫我们过来 然后等到六点钟 然后又叫我们今天早上十点钟过来 今天早上十点钟来了 还有说要下午来 所以今天下午看一下能不能弄头吧 而且跟你讲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车的时候 我想可能是 我认为就是被拖走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被大哥拿钥匙来开走了 我说这不可能啊 不能跑到泉州这边来吧 然后就是因为围停嘛 停了停了大概有三天 三天没有挪动过 然后车上面不是没留有号码吗 本来有一个号码放在那个副驾驶的上面的 我把那号码给拿下来了 所以回来之后 第二天早上就过来处理 就一天两天三天 三天啊 现在是第三天 看一下能不能弄头下来 然后很多人都问什么时候回广东 应该是过几天嘛 过几天处理好事情就回广东那边 带孩子回去 然后这一次出来的话 小孩子都不要听话 才好让我放心的去工作 感谢家们对小河的支持 但是也有人说小河怎么怎么样 我只能说尽我所能 尽我所能把孩子照顾好 这也是我该做的 再排队等一下看 不知道这个罚款要交多少 我听他们说要那个 拖车费 拖车费肯定要的 然后呢 要罚款 可能要扣分吧 等一下去再问一下 现在是跟老板过来处理 所以 全部费用都是他出来 确实是他要我背这个锅的 我跟他说停在这里行吗 他说行行行没问题了 回来这些车不见了 第一次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以后停车真的一定要走正规程序 停在地下车库 或者停在有停车位的地方 不能停在没坏有线的地方 被拖走的话麻烦要处理 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 坐在车上在这里的 前面已经去问好了 本来想的今天能处理好下了 然后那个交警不是问 有没有那个行驶证吗 但是10年的夫妻 我至少还是了解了 行驶证他绝对没有给我带的 现在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卡住了 如果没有行驶证他可能拿不到车 现在我要发照片给我看一下能不能处理 再找点关系看一下能不能处理 如果是说按照这场程序的话 要有车子的行驶证才能拿到车子 现在就是没有行驶证 再等一下看吧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说停车这个事情 我们真的是要注意注意 因为这个车是当时在停在上面 想着练停车费吧 因为我来这边的费用 所有费用都是老板他们报销的 还会在这边吃住 不是来这边有提供住的地方吗 有个大姐 他们跟小妹在照顾孩子 帮忙做饭这些 所以出来工作的话挺顺心的 就是因为车子这个事情 造成了有点麻烦 已经找关系了 晚一点等通知看一下 能不能今天弄妥 本来说好明天开播的 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了的话 可能明天都播不了 因为我想一下 以前我记得他跟我说 大概跟我说过 开车的话必须要带有行驶证 这次就难搞了 以前我开个车去市里面 他都叫我带上行驶证 这次我回广东 我以为 只是我以为 我以为他会把行驶证放在车上面给我 前面就打电话给他了 他就说 他就说你也没有说叫我给你啊 就这样子呗 那本来回广东 从广西回广东 出野门 就要带上行驶证嘛 不管去哪里嘛 都得把行驶证带上 而且哦 而且这个 如果说开车的时候 遇到交警察车啊 没有行驶证这些 好像也会被罚款的 看看能不能处理 如果不行的话 只能让他把身份证 还有行驶证 快递 继续转发到这边来了 再等等吧 嗯 两个孩子在家 跟小麦 本来想着 嗯 过两天回去了 就是因为车子这个事情 卡住了 难搞 嗯 如果是行驶证在车上的话 今天是一定能拿到车的 现在是没有行驶证 然后 然后老板说 等一下去拿车的时候 要醒目一点 他说 他说你要说是你老公的车 因为 嗯 因为不要说是离婚 所以有造成 他说是老公的车 不能说是太前夫的车 我这个说的话 可能会要用本人过来拿车 这个麻烦更大 所以等一下 去看一下什么情况吧 就让家们担心了 嗯 等处理好 处理好就 嗯 好好的 嗯 也不能说点啥 不能说点啥 有点烦躁的心情吧 所以想尽快处理好这个事情 才有更好的精力去工作 到时候还要带孩子回广东那边 这边今天还好 在车上面没那么热 有点风 然后想好的视频就跟家们分享到这里吧 实在是没有那个行驶证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处理 实在不行 得快地快地 所以啊 出门了 就等于是 吸起经验 吸起教训 嗯 那个 特别 就是现在就是警车这个 影响很大 现在是有点想不笑不得不笑不得 不笑不得